你們好 今天我在這裏 雖然我回來了香港 但是我的心仍然在深圳 因為十二位省中 你們仍然在裏面受苦 我知道的 或者你們相信的苦比我更加多 但是大家不用擔心的 你們始終有一天會像我一樣 回來香港 而且有一個機會 就是農曆新年之前 我相信 無論如何也有部分人會放出來 因為他們很重視農曆新年 他們希望有一個特寫 而且他們的前教人員 是需要回鄉下 回他們的老家過年 所以他們希望盡量 是會放一些人出來 而且 年輕人 他們不是做些什麼 如果說暴力 是這個政權的暴力 是行政暴力 和警察暴力 令到年輕人發怒 很多時候 就是因為忍不住一些天人 某些人做了一些比較激動的行為 我相信香港警察 我相信香港警察 是無藥可救的 我的事件一樣 我也相信香港警察是知道的 因為是我過關時 是在電子過關時 我入了第一道閘 之後 是沒有開第二道閘 讓我出去 那 是一個約定的一個拘捕來的 我相信十二位省足 他們也會 真的很快 像我一樣 會一起在香港 和大家建議 希望他們的家屬 是 不要擔心 希望他們要照顧好自己的身體 因為這個抗爭 仍然需要他們繼續下去的 是不能停的 我們 我們香港有很多人 也會和這十二位省足一起 在香港抗爭 但是 希望神聽到我說的話 希望神會幫助 十二位手足 讓他們堅強去面對 每一個人的情況不同 他的應付方法 和我相同 我的應付方法 就是 都是光有病用 有時我會很兇地罵 罵一些國安的 很兇很兇 我會很大聲 很大聲罵他們 很多次 我都想不到幾次 至少十幾次 但是這個方法 未必一定是適合年輕人 但是希望知道 起碼在大陸的人 他們是稀善泛樂的 整體來說都是 是 你說一下你在看守所裡 他們是怎樣對你 在看守所裡 雖然他們 沒有直接打我 但是那種精神虐待 和無形的身體傷害 也可以說是很嚴重很嚴重 因為女生吃的東西 是覺得很髒 菜沒有洗 而且很單一發 燃養能夠 精神虐待更加是離譜的 很離譜 離譜 可以睡覺 你沒有嫁好飯 可以這樣說 沒有大口吃 沒有嫁好飯 當你在大陸下來香港 你知道 有十二位香港的年輕人 被人抓了上大陸 你的感受是怎樣 我的感受是 是百感監質 我不知道自己幫到他們什麼 真的不知道 就算是律師 都不容許見 他國安分泰的律師 當時我是沒有 完全沒有要求見律師 因為明知道他們是怎樣做的 很多的滲透 很多的軟硬堅絲的神斷 會令到我們被捕的人 是很難控制到自己的 這個情緒方面 也因為有一個精神虐待 長期的 是否這麼簡單 年輕人來說 是因為經驗不足 他主要就是 如何應付問題的經驗不足 希望殺給他們的力量 勉強面對 千萬不要輕生 有什麼要分享一下 你剛才也提到 在大陸會有很多精神虐待 很多要承受的痛苦 你自己是靠什麼信念 去支持過那段時間 當我在最難過的一段時間裡 雖然想過輕生 但是我也是支持的 因為我知道我自己還有很多事情 要在香港做 一定是回來香港才有機會 給我再服務社會 也知道神幫助我 也因為很久沒見大家 很想回來 那我就算是死 我也要滾回來香港 要我滾 我也要滾回來香港才死 即是你回到下來之後 見到這麼多香港人 原來一直都有關注著你的案件 你的感受是怎樣 當我回到香港 看見很多年輕人 很多 甚至是中老年人 很多都是關注著我 這段案件 我是覺得很開心的 我撐到我能夠回來 是不容易撐的 這一段這麼漫長的 十四個月 還要超過四百天的 總共四百天的 可以說的 那些國安 經常要跟他們爭取 我撐得到 因為身體不太好 主要就是那個血壓高的問題 回來 是看到原來 這麼多人關心我 我是很開心的 我沒有白費 自己一直這樣撐 你有沒有什麼 是想跟這十二位手足的家人說 就是在外國內人 好 十二位手足的家人 明白他們的心情 一定是很擔心 包括很多我們的手足 都很擔心他們的情況 因為完全沒有陰性 但是我覺得 事情不是這麼悲觀 真的是 就很快 他們一定會放一些回來的 現在很多香港人都很關心這件事 但是他們又完全不知道 大陸是什麼情況 又沒有陰訊 都覺得不知道可以怎樣 對於十二位手足這件事 你有沒有什麼跟這些香港人說 我希望我們在香港的人 能夠繼續堅持 堅持去支持這十二位手足 幫十二位手足的家屬 去度過一個難關 我們要團結 我們要團結 我應該說 我們要齊上齊落 我們要齊上齊落 我們要被捕 我們要被逼送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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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我一直下 也有可能 下一次是千二位 我不希望有這樣的事 再發生在香港 一年多之前是我 兩個月前 是十二位手足足 沒有人能夠擔保 明天是否再多些人 以後又怎樣 所以我們一定要支持下去 支持十二位省畜 希望多些人能够 为这十二位省畜 亦都是为自己的未来 为自己未来的风险 可以这样说 我们要买保险 今天一定要 支持十二位省畜 我画了这幅画 是用笑嘎嘎来 给人一个印象 知道希望一定存在 真的不用太担心 十二位省畜 是会平安回来香港 神会帮助我们 我们只要在外面 在香港的人 继续去支持他们 我们在香港坚持 国安他们是不敢做什么的 大家不要担心 我们只要继续行动 这样就可以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